你在这个社会上其实有一种 就是你最 人生最低谷的会觉得自己有点多余 有点透明人 有点那种被隐形的感受 我是中国艺术家刘伯林 因为从大学毕业追求这个艺术梦想 想成为一个艺术家要经历很多苦难 这个苦难会觉得拆掉 那时候什么都没有 只有身体 那就用自己身体的一种主动消失 去表达一种抗议 去表达一种对艺术创作的一种 一种怎么说 一种吸引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个问题 在我的作品里面 因为要是人和背景的一种关系 所以说背景的复杂程度 决定了我在身体前面还原的时候 这个用的时间 如果说背景复杂的话 那我的用的时间 还原待会甚至画的时间比较长 比如说这个作品 我有提前两天的准备 所以说 如果说背景简单的话 可能三四小时又解决问题 因为其实我的作品 其实伴随着我的作品 是伴随着网络时代的一个 很多意义 你很难讲 因为每个人的缘分 对艺术的建成力不同 对这不一样的 所以说整个的这种 在网络上流行 它本身是跟时代 也是有特质关系的